1公斤 歡迎到悠伯課 我是悠悠 是問大家 請問1公斤是什麼東西 我想多半的人應該會回答 嗯? 不就是1公斤? 那不然是一起功課嗎? 不過這邊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1公斤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有型的物體 而這個有型的物體它的名稱叫做 國際公斤元氣 簡稱為IPK 不過就在不久之後 國際度量衡大會 就決定要將IPK這個公斤元氣 給退休了 要將公斤這個定義 從原本的物體 轉換成一個物理常數 那麼就由我先來介紹一下 IPK這個東西吧 我們所熟悉的公斤 現在在國際度量衡局 也就是位於巴黎的總部 下層儲藏室內 它是由98%的柏 以及4%的1所製 大小如高爾夫球般的 合金直立原柱體 而柏依合金具有 高硬度、高溶點、高耐普式能力 而低的接觸電阻特性 但儘管也有這麼多項的優點 並且還是有兩個宗教所保護者 可是IPK 終究逃脫不了世間的瘀殘 像是IPK擁有許多的複製品 而這些複製品 需要定期回家 接受檢測與核准 但是在經過多次的定期核准發現 沒有任何一個複製品的質量等於IPK 其他的複製品相繼變輕或是變重 很有可能 從他們誕生至今都變胖了 所以科學家們決定要將IPK給替換掉 分別有兩種計畫 加公斤 與雅佛加絕常數相連 以及透過Plank常數定義公斤的大小 那我就先來講第一種 科學家製造出了一顆 細28的球 而這個球剛好重量為1公斤 科學家在利用X色線 測出這顆細球的體積密度 從而得知裡面的細原子個數 我們就可以藉由它來修改雅佛加絕常數 雅佛加絕常數的值目前定義為 質量0.012公斤的碳12所具有的原子數 問題是出在這邊 雅佛加絕常數的定義還是依靠著公斤 所以就是要依靠這顆細球 藉由計算出來的原子數 來修改雅佛加絕常數 而雅佛加絕常數也將可以重新定義 一公斤 第二種方法便是以Pronk常數 重新對公斤下定義 利用兩子霍爾效應與約瑟夫效應 以及一種測量的器具 也就是瓦特天皮器 來進行一連串的推導 瓦特天皮器則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首先由一邊的天平放上重物 利用重物產生的力 是底下的線圈、磁鐵 產生一拉不拉絲力 使得該力量可以相互抵消 在利用法拉地園裡得到的公式 相互做結合後 我們便得到了 Ui等於MgV 再將兩子霍爾效應與約瑟夫效應做結合 進而推導出這個公式 公斤的定義將會由Pronk常數改寫 哇 Amazing 再後 新的國際單位制 也會在2018年第26屆的大會上面 通過 並且採納 預計啦 雖然說對我們這些普通人沒有影響 不過現在台灣 就可能會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沒有與時俱進 那我們國家的標準 就會列為第二級標準 到時候像是半導體產業 將會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 整個製成的量率也將會降低 說到這裡 請問不可們對於公斤有沒有更多的了解呢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你的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 那麼 我是YuYu 我們下次見啦 老樣子 你今天 約了嗎 11.0 我私會聆聽影片